这是一款最近很火的国产游戏三福 你还记得上个世纪那些充满迷信的江湖骗局吗 主角本来是一位已经退隐的道士 却被当上警局领导的老朋友邀请重新出山 调查一档关于民间诈骗三眼神童的案件 但在核心搭档在录像厅调查的过程之中 两人却穿越了不同的时空 并且在三眼神童的指引之下 发现了隐藏在诈骗案之后更加可怕的犯罪记录 那么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是烟火团队的新作品三福 其实这个游戏的发行商早就给我推荐了这款游戏 并且已经提前给了我试玩版 但是我太忙了 就真的一直到今天我才能来玩这个游戏 我相信网上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已经玩过了 所以可能看我这个视频的人就比较少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三福按我的理解的话 指的是那个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不是吗 就是它是一个节气的那种 阳气最盛之时 阴气浮于地下 恶鬼藏而不露 咋这个游戏还闹鬼吗 不是说好的国产游戏不闹鬼吗 哥们 果然他这个开始就跟那个烟火很像 哇 你眼睛还好吗兄弟 看你面相是富贵民 肯定观愿亨通 财云滚滚 但是有结束 他说我有雪光之灾吗 难道 哦这是个算命的 我知道了 帮我渡截 他不收钱吗 这么好 我是城管 这里不让摆他 好吧 那 他是个道士 看来 徐清源 行吧 我们主角原来是这个瞎子吗 饿了 先去填饱肚子 那要填饱肚子 这边有一个餐厅 可以吃点面 吃点小面啥的 小面超手豆花 在这边买 是吧 老徐吃啥 来碗素面就行了 不开婚吗 没赚到钱是吧 钱不好赚呢 连机器 这年头连机器都算命 我们的还有机会 今天要发财 怎么了 现在就有个机会 给我发财 有人打听我 谁打听我呀 进屋找最里面的包尖 看一下 哟我今天还走了狗屎运吗 这个游戏 它是夏天发生的吗 是吧 三福天 这边有公告 消灭四害 四种 害虫 这边是三层啤酒 哇 这个三层啤酒 就是重庆的品牌呀 那在我这边 身在重庆 我就非常了解 他说怎么样 神童陨落 这是 故事会脆 这不会是暗指 以前的那个故事会吧 就是一些很神的故事 是吧 得到一本故事会 看载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故事 这边呢 从这边进来是一个人 站在窗台上 老沈 什么风把你出来了 他叫沈颜川 是局里的二把手 哦 他是在警察局里面是吧 他来找我干嘛呀 红市 处理不好就变成白事了 那看来是一个什么大事 进屋说吧 先看看这个 桃色密室 怎么看这个了 这就是你说的急事吗 那果然是很急啊 我也很急 赶紧看看 这以前放映机上面 就会有那个AV的字样 但是大家别想多 这是神童一号 一种营养业吗 智力倍增 哇 这是小孩子看到吗 儿童血点的 简直就 潜能开发 你看这哪是给小孩子看的呀 克苏鲁吧 咋了 好像有点奇怪 切回上一个画面 方向键移动 按Z互动 哪有问题吗 神童一号有问题吗 三眼神童走红后 它背后的潜能开发中心 围绕三眼神童 推出了多款产品 就是这个营养业啊 就是糖水加枸杞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 一个生命一号的 什么营养业 好像 啊 三眼神童坠楼身亡 现在看不到这款产品了 这个呢 咨询电话呢 这几个信他都有印象 哦 这是他们创始人的名字 这不是电话号码吗 原版广告没有这几个数字 是吗 这个呢 这个小人呢 三眼神兔 吓到了不小小孩 改成了两只眼 确实啊 长这么丑 我是小孩的话 我绝对不买这玩意儿 这好像是日期 合辉对应的数字是716 明天就是716 三眼神童能预言未来 这兔子一脸要吃人的模样 遇是他们有雪光之灾 哦 这三个人 难道说 在这几天都有雪光之灾啊 啊 这是他算命时候说的 这个东西 我们主角就张口就胡来 导引 墙怎么了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窗户 哦 这边本来是没有窗户的吗 哇 这么诡异的吗 信号劫持事件 三眼神童两年前就死了 所以都传他的亡魂 劫持了电视信号 这么夸张 电台员工偷偷拷贝光盘 但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光盘有这个广告 来自三城文化工录像厅 录像厅倒闭了 库存的光盘流入租叠市场 三眼神童 在录像厅表演特异功能 还火了呀 我咋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现在什么计划 兵分两路 老沈的话 他去盯着这三个人 防止他们出意外 然后我的话 去调查录像厅 弄清楚谁制作的光盘 OK 交给我吧 行 我们完事了再聚 还要带个新人 新人是谁呀 看一下这个信号劫持事件 获得情报第三扇窗 他这个第三扇窗 好像跟这个三眼有点关系 开始是两个窗户 然后信号结束的时候 变成了三个 就跟这个三眼神童一样 他应该是两个眼睛 结果变成三个眼睛 是吧 非常诡异啊 又想起一件什么事情 一个城管认出我了 山城挺好的 不想四处漂泊 难道说我们这主角 真的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第一章 缘起镜中花 相信科学破迷信啊 新人是谁呀 会不会也迷路了 商场三楼 这个叫 利林商场吧 门锁着 这时候 什么响了 橱窗留了号码 老沈发的 要联系新人吗 这边有只狗子 看一下 这边呢 贴着广告 家庭影院 这是 大什么可乐 大福可乐 天福可乐呀 以前有个天福可乐的 三眼神童的海报 025 这个025是电话吗 红阳时代新风 这边呢 这边这个我刚才还没看 成才教育 哦 这边也有啊 它那个海报怎么 分开了呀 电话是 660025嘛 打个电话试试 打出这个660025 喂 哈喽 这电话没人接 但是呢 它把这个商场给我们打开了 也行吧 咱们就是说 相信科学 这什么 电梯吗 等一下 这楼我还没看完 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科学算命 这玩意儿也有人心 那真的还科学呢 你说又科学 又算命 我想算一下 能不能算啊 算了 算不了啊 我不算了 刚才他说 让我们去几楼来着 我忘了 月光牌VCD 这边呢 这是贴了广告 长江牌计算机 三楼的电梯 莫迪了 那看看 这怎么有个喇叭呢 这喇叭是干嘛的 对讲机 山城文化厅 怎么 不是早就倒闭了吗 不会吧 不会穿越时空了吧 你们缺了三层的电机 上面查的盐 把按钮藏起来了 哇 我们这里的蝶特劲爆 我懂了 要是被查 要喝好几壶茶了 把按钮藏起来就上不来了 那我也上不来了呀 观众呢 一楼有个算命的按钮 让他保管着 想上来就找他 哦 我是来做什么的 我看一下 我就是来看你们特劲爆的那个玩意儿 他帮我挑 那应该是桃色密室 桃色密室 怎么了 这就给挂了 真有点关系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那个老沈 他说这个已经倒闭了 这个就是那个算命的 结果他们还没倒闭 哦呦这个算命的长得有点怪怪的 他这个三眼老是让我想起那个叫啥来着 就是那个二郎神吗 他也是三只眼睛吗 是吧 来我输入我的名字是不是 我输一个 坤 呃不是不是 呃这个 徐 哎 啥玩意儿 我叫啥名字来着 我叫徐清泉是不是 本来无一无何处惹尘埃 这玩意儿还挺准 给我个啥 勤俭还是跟三眼神兔有关的 勤俭里有东西 电梯三楼的按钮 其实我还想看一下二楼啊 不知道二楼上面有什么东西 他就直接给我去三楼了 我还没看二楼 三楼这边有啥 很久没人打理了 怪了那刚才谁接的电话呀 这边是山城文化录像厅的字样 这里面是录像厅吗 这录像厅没有被一锅端吗 哦我怎么还看到这边有一些怪怪的东西 呦 这什么呀 欢迎光临 这个是那个三眼神兔吗 摇摇车 这个造型说实话有点像寂静灵里面有个兔子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那个粉色的兔子 他这个明显把寂静灵的那个精髓穴到了 咋了 对着空无一人的前方喊欢迎光临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哦只要走过去他就会欢迎光临 真有礼貌 好孩子啊 这边呢 一台电视机 咱们可以在这边放桃色秘纹了 哎哟 这怎么这么新呢 电视里面有个人 有人在吗 啊 这个节目怎么还可以跟我互动啊 他 不会吧 这个人绝对不是正常人 这是老沈说的新人 叫秋无 哦我说话带点北方口音 你怎么跑电视机里去了 就像监控画面一样 这附近没有摄像机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像是头顶传来的 哦 那他不会是在二楼吗 哎他也不是在二楼 十分钟前我来到商场 就正来调查了 商场很黑找不到路 回过头来发现回去的路还消失了 然后就在这里了 几乎是同时到的 但是我没见到他呀 来调查一下吧 那这个地方不就是吗 这是95年6月 哎我们主角是多少年来着 两年前就倒闭了 不会是有一个人穿越到了两年之前吧 今日新片 变脸三宗罪 虽然写着新片但都是95年的电影 有机会一起看哦 看桃色密文吗 还可以弄到电影片 哦这就 开始勾搭妹子了呀 这 搜集的线索看 这里是95年的录像厅 三眼神童在这里表演一举成名 得好好调查录像厅 我还没搞明白怎么能在95年啊 他倒是接受现状了 哦他接受过训练的 好吧 我们搭档啊 遇到无法解释现象多为是幻觉 徐清泉哦 我这么写说的安慰亲人啊 好吧 感觉这个女孩子挺厉害的 虽然说穿着很可爱 当受到特定的电波药物影响后 会进入幻觉 假作真实真亦假 真作假实假亦真 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什么 山海旅人 这个山海旅人不会是我玩过的那个游戏吧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就跟山海旅人了 因为他最近出了个DLC 那我们就可以更新一下 这边的话 感觉这不是我们之前来的那个地方了呀 他是不是要票 要检票 但是我这边没有门票 售票窗口看看 这边售票吗 里面有一个像雕塑一样的售票员 快 给我一张票 票已经卖完了 他有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如果帮他解答就可以进去 什么问题 你尽管的说出来 我里面是空的 身体被掏空了 我穿上衣服也不是人 被他们镀了一层金 被叫做佛 你说这是为什么 他们是谁啊 他们晚上来 别乱说话啊 他不为难 你运桥本来票都没了 结果有一个人没来 帮我办件事 行 什么事 在黑板上收入要播的片名 好 黑板上你要播什么 变脸 写上 我记得他应该是三宗罪吧 好像是 怎么写不出字呢 粉笔盒上写着2000年 但这不是95年吗 也许真的是在95年的幻象里 但是同时又在其他的幻象里 通过其他年代的幻象 寻找这个年代的线索 你那里或者有线索 这是三宗罪啊 明白了 怎么了 先找找哪里有粉笔 这边这个粉笔应该是95年的 是吧 95年的 可是我怎么把 哦 我应该在这边写 按Z写字 写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应该在95年的那个年代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吗 哦 果然 真的出现字了 也是基于真实的东西 他们两个人就穿越时空 互相帮助啊 关于幻象 OK 那我帮你完成了 现在给我一张票吧 这是我的票 一排三座啊 不错 好位置 可以看我的座位号 这么好的吗 这些人 不是这场 不知道怎么检票去售票窗口问问 那难道是一吗 一和三 是这边一 三 对 检票员 刚才不是在这儿吗 在电梯里也听过这个声音 哦就是同一个人 看来这个检票员有问题啊 他不是真的检票员 我们刚才还可以在这儿看到检票员就在门后面 结果出来 进来什么都没有 那今天就我一个人在这儿观看吗 咋还有个影子呢 又来个影子 在外不露脸 为什么在外不能露脸啊 把锅子戴上 我懂了 他真的有三只眼睛 这个人叫何辉 你杨叔说了 今天表演和以前不一样 如果成了会有很多人关注你 他们中有坏人 坏人会记住你的样子和声音 他们想害你 你要习惯不露脸不说话 有什么话杨叔会替你说 这个小孩真的 斜合脚吗 说了别出声 老张 娃这么小 哪能这么快适应 哦 张成峰 那我知道了 这三个人就是那个公司的三个人 他们肯定是害了这个小孩 反正就是虐待他 或者是让他童年过得很糟糕之类的 老杨 就是张成峰 还有这个 何辉 老杨啊 现在让这么小的孩子扛起这个重任 确实啊 想喝汽水吗 点头 别板着脸 哇 看了紧张 看吧 就把小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给他们赚钱 就是这场表演啊 三眼童子 怎么了 三眼神童的声音是个女孩 被当成赚钱的工具 见不得光 最后还死得很蹊跷 光盘作者把线索引到这里 就是想让人知道三眼神童的过去啊 就是想让我们主角和他 知道三眼神童的过去啊 其实很难受 露香厅重新装修 可能有轻微气味 给您带来不适 本店承知道歉 今天下午 一位秋姓女士在播放厅捡到钱包 内有现金若甘愿 请施主来售票厅认礼 特别感谢邱女士实惊不昧 这是一个失误招领 邱女士 这不会是说这个邱无吧 要您捡到贵重物品交予售票处 哦我们现在要去售票处那边 失误招领画了三眼神兔的涂鸦 刚才用一楼算命这算命得到一张请简 也画了三眼神兔 同行交流 哦这边还有个钱包 捡不起来 让我捡 那哦要出来在这边 有个钱包 直接捡多好啊 就在旁边非要我这么捡 要我怎么捡 来我现在把钱包交给你啊 要在招领骑士里感谢我 好不用不用 实惊不昧值得表扬 我姓邱 我就是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的邱无 一定要记住我的姓名 下午场的 票有使用次数但通行的权利没有 是吗 哦又恢复了 这么好吗 也是上面的规定会经常 哦上一场观众就是那三个大人和一个小孩 算上你的话是四个大人 那钱包是谁的呢 施物招领箱看看 等到施主过来 就在这边 施物招领 怎么还有一个神像啊 神像也要招领吗 这是什么柜子 这柜子没东西 这边这个柜子呢 放到 诶 哦 杨哥 杨哥和售票员 杨伯红啊 售票员叫小吴 有人在放言试捡到钱包 我认出是您的 是这个老杨的呀 怎么他们 要达成一场什么交易吗 屁外交易 平时没少盯我的钱包 杨哥说笑了 怎么少了一百 他手头有点紧 帮您做了不少事 有困难直说吗 剩下一百也拿去 哇这么好吗 不能白拿 让我看看事情办妥了没 什么事情 跟我来看看 发生啥事啊 这个 他们的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吧 这个办事这么快的吗 哦 这是谁啊 何辉 这老杨一个人直接把售票员给做了 捡了我的钱包偷藏一百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你这么小心也会丢钱包 他知道的太多 这是我留给他的机会 可惜他心眼多 贪小钱 这种人迟早会大使 对 那果然这三个人就不正常啊 肯定那个小女孩也是他们害死的 然后他们两个人 干嘛去了 我们主角通过这个柜子看到了以前的事情 这还挺神的 杀了这里的售票员 怪不得售票员是个空壳 还不能确定看到的是真是假 哦 对啊也是 看来我们这个主角 徐清泉很冷静 诶 徐清源 帮杨波红做了事 去放一室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他们做了什么事 知道了他杀害了售票员小吴 那这个售票员还在这边 售票员出现了奇怪的手影 一把剪刀剪掉了几根手指 剩下的手指是二和五啊 剪掉的是一三四 哦 知道怎么剪票吗 那难道说我们要剪掉 一三四吗 对 跟那个手有关 这个售票员的手上怎么这么多眼睛啊 克苏鲁啊 克苏鲁啊 又是这一幕啊 王总 片子放的差不多了 这电影叫啥来着 月光宝和西游记改编的 现在都喜欢糟大经典了 这改编不是乱编 知道吗 解构经典啊 苏秘书 李经理录像厅整齐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这个王总可能是可以把这个三眼神童给捧红的 投资什么英特王 对这种洋玩意儿没兴趣 怎么了 电视里闪了一下人影 真的闪人影了 这怎么回事片子还没放完呢 谁在说话 里面的人能听到咱们说话 你怎么跑电视机里面去了 电视 哦对不住对不住 孩子在练功 传送脑电波 可能没控制好力度干扰了信号 真是头盔剑 哦他们是专门做了这么一个圈套吧 应该是 引诱王总上钩 白鹿鞠 能看到我们吗 孩子能看到我只能听到 这是骗人的把戏 是不是骗子我还看不出来 看来他还真没看出来 王总对这个可有研究了 经常顶着锅盖在办公室偷着脸 好吧 这孩子也顶着个锅盖啊 怪不得 在生人面前不敢展示 哦 王总真的想看一下啊 李静你也要看啊 行给他说说 劳烦你们准备点东西 需要一瓶没开口的汽水 拿红布盖上 然后放到眼皮底下 可以了画面静止不动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王总吗 王总还有这个李经理 和信号劫持一样的手段 一开场就打中对方要害 他怎么知道王总喜欢特异功能了 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难道是售票员泄露的 哦真的有可能 到底牵扯了什么呀 画面停住了继续播放没效果呀 看一下呢王总真是古板 哦 别说糟蹋经典啊 那是周星齿眼的呀 对啊他能当老总肯定还是不简单 也有可能是这个苏秘书透露的 但是他不像江湖骗子 不能被女人的外表所迷惑 好吧 这边这个呢 我感觉这个人嫌疑也有 李经理品味不错 趋炎富士之备啊 整天拍王总的马屁 要准备汽水 我去哪给他找汽水啊 哦这边有吗 真的有一个 这什么 汽水在售票台旁 提前在汽水里做了手脚 这个画画水平 他画了一只羊就代表 杨伯红 这边汽水 有个空荡荡的瓶子 还有几张照片 看一下 盛科国际与大府汽水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他是盛科国际的老板 怎么会投资小录像厅呢 文化工不是谁都能建的 被靠大树好成两 王总本事不小 这个呢 三眼神童 隔空隔汽水输入能量 价格能翻好几倍 这个呢 看电影别忘了来瓶汽水 后面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好像是一瓶可乐的那种 但下面是那个三眼兔子 和2000年的汽水有关 那我也来调查一下 哦就是这个啊 喝大福可乐 其实应该叫天福可乐啊 汽水也许在某个模特的手里 根据海报的提示 我记得是说了个什么来着 不在你这吧 毫无生气的模特 呃 除了塑料啥都没有 到底谁把可乐藏着呢 哎呀没在你这儿 那肯定就是在这个 你这里是吧 你还藏可乐 你信不信 好我拿到一个过期的汽水 行吧 天福可乐我来了 又咋了 诶怎么我这边也要捡票了 没票啊这个怎么办 我找到了你要的篇 但是我们要票是吧 没有售票窗口啊 我朋友在里面 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 对 不帮忙找人 经常有打架挑事的 那我怎么进去呢 刚才的小黑板能联系 但现在进不去 还有什么东西 同时存在于两个年代 不愧是这个东西吧 用这个兔子吗 失误招领 哦对 还打不开 想想办法 咋了我们要拿他这个 检票器吗 写感谢信 我丢了东西 看好个人物品 哦不行 我写感谢信呢 哦 我们 从侧面啊 旁敲侧击 感谢实近不昧的群众 来帮我写个感谢信 本人丢失家传墨镜 索性好先生捡到 交于事务招领处 落款徐先生 赌一把了希望他能看到 然后我现在再去看一下那边 他看到没有啊 哦可以放进来 哎果然收到了 被堵在放映室外 哦 幸好能读懂我们有默契啊 怎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通话呀 怎么这么封建迷信 不管是人是鬼是都有分寸的我 老沈说我是个优秀的调查员 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呀 我就40出头 其实我虚虚33 看上去确实有点像那种 大龄青年啊 老沈有没有跟你提过明镜台 明镜台什么 六祖惠能的那首诗 跟菊花台一样 嗯我们鼓励一下他啊 把他变成优秀的调查员 好拿到刚出场的汽水 哦在主角的这边就已经是过期了 但是在95年这边是刚出场 获得情报幻象3 就是这种连接点啊 事物招领出 通过这个可以切换角色 哦我试试怎么切换 哦直接可以切换过来 不错 我现在拿可乐回到刚才的放音室 可乐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小孩开始表演 各位久等了 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三眼神童啊 杨先生跟他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学生 打出生就看不见 我收养了他 他不会是把这个小孩给戳瞎了吧 什么呀 这小孩不是女孩吗 表演隔空传物 老鼠是四害之一 消灭老鼠吗 把老鼠传到你们面前的瓶子里 哇 你们挑一只 这么神吗 王总信佛的 怎么让他决定拿这老鼠死啊 响应号召 怎么 挑一龙顺眼的放他一条生路 从剩下的内龙选一只来展示 哦 我们先挑放生的 这样就不算杀生了啊 最后剩的那只就死 这不是一样的吗 好吧 啥时候开始 好 王总来选吧 我们每个人选一个 好吧 我们选左边的啊 李经理来挑呢 李经理就挑个这个吧 肥头大耳的 李经理你也不瘦啊 别拿我开玩笑了 那就确定这只 用另一只 怎么了 发弓传过来 瞬间移动啊 量子力学啊 发完弓了 笼子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瓶子里面呢 没有老鼠 这不可能啊 眼砸了 怎么解释呢这个 弄明白了 孩子紧张没发挥好 没传对地方 传到电视后面的墙里面 还要砸墙啊 要是你没老鼠怎么办 会把洞补上费用全包 不够 还要干嘛 原来在这等我呢 我不喜欢被人知根知底 哦 这个王总肯定是在这个录像带 墙后面藏了什么东西 有人向你透露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如果墙里没有老鼠 你得把这只老鼠揪出来 如果有老鼠 杨伯军你知道这年头出现在我面前的人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钱呗 对吗 就是想要钱嘛 让这孩子变成你的摇签树 老鼠是谁我不追究 这个王总肯定是在后面的墙里面藏了什么东西的呀 是吧 电视后面的墙里面是什么呀 拉开红布 见真章了 真的要砸吗 锤子开砸 哇 砸开了 里面是啥呀 好家伙真给砸开了 现在的放音室 我回来了 赶紧找徐道长 这是我的 BB机 这BB机怎么还能显示字吗 和灰不见了 已经7月16号了 7月16号开始的话 他们三个人是要遭到报应了 应该是 怎么了 徐道长 回来了 表演怎么样 稍后再说 这边也在砸 不是吧 出现几刀裂痕 里面怎么还有东西啊 还有几棵草 还是说 这不是草 你们要伸出什么东西 绝对的 就这样抠他 就这样抠他 这是谁的手啊 好黑啊 幕后黑手 哦 这个是杨伯 杨伯红 这干啥呢 这干啥呢 怎么还是双手合十了 这一幕 接的 很不错 啊这里面装了两个 人吗 就是 装的也不是人 好像是一尊佛像 只是他这个佛像表情有点猙獰 这就是他的测试版 啊 就是说这个墙里面 藏了王总想要的什么东西 那总不可能是尸体吧 三头六臂的那种 这件事不公开 哦那不是佛像 那是尸体 山城一颗大的毕业生 这个孩子可能是后面的主角了 不错呀 这个游戏 但是他这个三幅 我目前还不懂 标题有什么含义啊 只是说他是这个 有一种拜佛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杨伯红 还有这个王总 他们可能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啊 所以说我们等到游戏正式版 再来更新吧 拜拜